今年香港金像獎真是驚喜不斷 不止有好多部正片爭獎 還有些意想不到的趣事 最提笑皆非的是 大會在紀念特刊上 將兩位提名者的英文名字印錯了 首先是影帝劉青雲 在特刊上寫成了Edan Louis 這個名字令人想起另一位提名者呂雀安 他憑過時過節和俠加勒入圍最佳南配角 原來大會將劉青雲的英文名 進撲和呂雀安的英文名Edan Louis混亂了 另一位壞的是劉英廷 在特刊上寫成了撲伊應廷 這個姓氏令人想起另一位提名者劉德華 原來大會將劉英廷的英文姓氏 和劉德華的英文姓氏混亂了 這兩個錯誤引起網民熱議和笑話 有人說Edan Louis是呂雀安和劉青雲合體 有人說拉伊應廷是劉英廷和劉德華合體 有人說這是金像獎史上最大笑話 大會都很快發出道歉聲明 說會盡快更換非業 並向兩位提名者致意萬二分協議 不過兩位提名者都沒有生氣 反而覺得好玩 呂雀安接受訪問時說 我覺得好開心 可以跟劉青雲先生用一個名字 多大的榮幸 我都沒想過今年可以在長刊出現 已經很意外 他還說自己有粉絲 在維港租遊艇支持他 令他感動不易 劉英廷在社交媒體發文說 我覺得好幽默 可以跟劉德華先生用一個姓氏 多大的驚喜 我都沒想過今年可以入爲最佳新演員 已經好開心 他還說自己對金像獎充滿期待 希望可以普反獎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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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